这个白色的ROG全牙筒之前在视频里面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 但是呢今天这一台是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的 它不是那个一点点 它逗人的一点不一样 它逗人的一点不一样 那到底哪点不一样呢 我先卖个关子 下面开始装机吧 那这个主板呢出镜率实在是太高了 就是华硕的Z50TRACH的主板 这个盘主板真的是 这款主板呢因为它是有这个白色的装甲 所以说配这个白色主机的主机呢 一般都会选择这一款主板 那这个Z4U呢 i9 11900K 这个内存呢是32G的套装 芝奇皇家级 3600平米 如果它是C14的 真绝版 嗯 有膜不好撕啊 这个硬盘呢总共用了三块啊 因为这个吹雪主板只能装三块硬盘 所以说直接装满 一块31980 Pro一T的 然后加了两块这个西树SN550 也是一T的 总共是三个T 低筋表面 嗯 小鸭 二组 五个 四平 四 我 六个 这个电源呢 他是黑的 这个电源线很明显 不是原装的 原装的他没有这个白色的 这个水冷也是白色的 我就不想说这个名字了 下面就把这个汉堡 下面我就把这个线走一下 这段就先不拍了 免得尴尬 好了 又到了这个装显卡的时候了 这个显卡依然是一个白色的 3090 3090猛奇 这边还有个卡片 有五星的那个 尺子 这有 好了 那这台白色的奥迹全孔已经装完了 那你们有没有看到哪里不一样呢 我倒是不说 好了 好了 感谢来自北京的丁先生 这么的支持 下面就开机 来欣赏一下 3 3 4 3 5 2 3 4 5 15 15